來看這100行年度的 大學學科能力試驗 這個月27日八就要開始了 要提升科興 今年有不少新的改變要注意 首先是因為這個飛散這題 全部用電腦也沒有在看科技 科興一定要使用這個歐式的元素筆 還要另外按今年開始 科興進行這個分清爬這280 涼了之後科興再可以進去 以前大學學科興進行10分間 會有有比的涼聲 科興只能在外面等 但是今年一開始 有比的涼聲改作科興進行5分間 科興聽到聲音就能力氣科興 科興進場之後 因為基本上桌面上已經放了提卷卡 有試題有卡 如果是國文應用還有卷 科興千萬不要任意翻動 因為所有科目的飛散一題目 都用電腦來改 科興一定要用歐式的元素筆 在等下的部分 也就是以2比NB來為效果更好 另外今年的都算帝目 也就是為止沒有另外靠分 但是嫁分的方式到過去來比有更爽 五個選項的話 去年只錯一個的話 是半個提分 錯兩個以上就沒有分了 所以錯兩個就沒有分 那今年錯兩個的話 還有五分之一提分 就這個差別 今年學識總共有14萬6300多人報名 比9年增加4000多人 大庫中心改歲 這是因為中庫和高級報名的人增加 因為學識是頂算力下的阻礙 加上今年又人申請 又增加9000多的名字 想要提早去大學 最後兩個禮拜 科興要全力來拚 幾家領袖會新界兵代表報導